大家好,2021年3月7日第四部视频 香港的民主与法治自由被中共践踏 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民主自由可言了 随着中共要求所有香港公职人员和公务员必须向党国效忠 更是掀起了离职潮 刚刚又发生了一个最新的离职 具有非常大的代表性 这个人呢是香港驻台湾的叫什么 叫什么职务,看一下 香港贸易发展局驻台湾总经理潘惠欣 他呢在台湾 香港驻台湾机构举办的新春酒会上宣布离职 这个离职呢 就是说他还没有回到香港 在香港宣布 也没有在香港这个先宣布这个退休啊 或者是辞职啊 在宣布 也就是说他在香港驻台湾的这个总经理的任上宣布的 一般呢 把他叫做 叫做叛逃 我们呢把他叫做弃暗投明 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事件啊 潘惠欣呢 是香港驻台湾贸易文化办事处和贸发局啊 这个驻台湾的总经理 他在这个位置上呢 已经待了一段时间 大概有个有个有个七八年吧 原来呢是驻美国洛杉矶啊 这个贸易代表 或者是这个贸易代表总经理这么一个职务 后来呢 到了北京 现在呢 在台湾 他并没有说是 在这个回香港先辞职啊 然后进行这种 再到台湾啊 申请啊 移居台湾 他宣布 到台湾进行定居的这个时候呢 已经取得了台湾的居留权 这个呢 是密而不宣的 原来没人知道的 还是引起了一些震动 也就是说呢 潘呢 也已经打算离开香港 投奔台湾 有了一段时间 自己在私下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 取得了台湾的认可 取得了这个台湾的居留啊 也就是绿卡 为以后正式移居台湾 做好了准备 不知道他的家人是不是也已经早就到了台湾 在最近 很多这个香港的公正人员 因为被逼要进行宣誓 而决定离开香港 很多人拒绝宣誓 我们看一看资料 根据台湾内政部移民署统计 2020年共有10813名港人获得了台湾的居留许可 按年增长率来讲提高了80% 是过去数年来首次超越中国大陆人获得居留许可人数 一年 而且大增八成 在这个香港公务人员辞职人数和占离职总人数的比例 是年年攀升 18年19年 是有1443人辞职 这个公务人员辞职 到了19年20年年度辞职的人数增加到了1571 而202到21年 这个首季度就有229人辞职 而且这个只是公务人员 还不包含这个公职人员 现在要求公职人员进行宣誓 按国安法 很多公职人员不签 不宣誓 直接辞职 要知道台湾呢 对这个香港来说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文化相同 地域相近 更关键的是中华文化圈 少有的民主法治的社会 而且这几年台湾经济欣欣向荣 民主进程更是深得人心 除了台湾也就剩新加坡了 只有这两个地方是华人社会 中国源源的可以投奔的这个国家 所以呢 大批香港人都要准备去台湾 前一段时间我曾经报道过 向华强 他也申请去台湾 被台湾高调宣布拒绝 为什么 理由就是向华强 他的言行 与对中共的亲近 对国安法的这种效忠 对香港民主自由的这个反 这个叫什么反对吧 是逆日历史潮流而动的 是侵害香港民众自由与法治权利的 这种人不适合来台湾 这个是效忠于中共专政的 往好了说是一个强头草 往不好了说 可能来了之后还会代表中共 在台湾做些什么事情 第二呢 向华强是帮派分子 是社团人士 是这个叫做新一安的掌舵人 他在台湾还有案底 这是一名按台湾说法 是一名帮会犯罪分子 他移民肯定也不允许 我觉得呢 向华强呢 本身他就是台湾人 因为他的父亲呢 向前是国民党政府 派驻香港的特务机关的负责人 不让他去呢 更多的呢 还不是考虑他所谓的帮派原因 因为这个帮派也是脱身于 台湾对香港的这个 特务机构的一个外在的掩护 得到了台湾的军方的大力支持 他更多的呢 是台湾认为他背叛民主 投降依靠中共 是这么一个原因 呃 现在香港 有一些墙头草 希望你们能够摆正立场 与魔鬼打交道 没有任何好处 衣服魔鬼 下场小心像董建华一样 在两会上可能扑街 只有 依靠香港 信赖香港人民 为香港民众发声 为香港民主自由 努力的这些人士 才会有好的前途 才会有光辉的未来 中共 长则一二十年 短则 这个几年 就会走下历史舞台 跟着他们 那就是跟着 落日的太阳 没有任何好处 所有的香港民众 都希望能够 不为这个中共的 淫威 不做这个即将 变成沦陷区的奴隶 及时逃离香港 这样 为了自己 为了后一代 才会有好的前程 才会有幸福的生活 呃 在这儿 对这个潘惠心 在任上 逃离香港 直接签案投名 到台湾表示祝贺 这个事情呢 就好像前一段时间 发生的 缅甸军政府上台之后 缅甸驻联合国大使 在任上 直接宣布 切割与台 与缅甸军政府的关系 呃 不再代表缅甸军政府 而只代表缅甸民众 这个行为差不多 在在此 也向所有缅甸 不愿执行军政府 镇压人民 反对独裁 支持民主自由的 离职的公务人员 警察人员 军职人员 表示崇高的敬意 好了 拜拜 拜拜